很多人都关心丙哥的职业 现在是凌晨五点半 各位大家都睡觉了 我已经出发了 走 我现在是去北京首都机场 赶8点半的早航班 今天从首都机场飞成都 大家可以看我飞行纪录网 超过了全国99.8%的 没办法 丙哥的工作就是都门西跑 大家也知道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我是昨天昨晚的核酸 丙哥没有稳定的收入 也不像有人躺着能赚钱 没办法 那么车放在过月去了 算不算吗 停几天跟打车前差不多 这样子都在鼓掠上了 谁开可以开走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冲突西游顿 现在我们去地下停车场 看一下今天的主角 再过三天 全国很多的媒体老师 就会来参加这场设计 到时候我是做什么呢 我会开这台离灵看 我会开台胶炼车 然后我们从成都出发 我到成都康定新都桥里堂 最后呢 道成雅丁 我们要给媒体做市价做培训的车呢 是送的PLUS DMI的AWD版本 就是它四驱版本 说实话 现在比亚迪的电车 确实是卖的非常不错 送PLUS DMI之前最大优是什么 跑得远 加一次油 然后加热充电 跑得远 价格便宜 空间大 对不对 我看里边有怎么样 好 那么对于我的工作来说呢 首先我会每台车辆 我都会检查一下车辆的状态 是不是正常的电有没有充够 我启动一下 我这大屏好漂亮 然后我们看一眼它的系统有没有问题 我们充电系统是不是正常的工作 内饰其实跟以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那么最主要改变还是它的性能 我出来要检查一下人机工程 是否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还会把车辆做一个整备清洗 看车辆有没有伤 我们会把车辆最好的状态呢 然后带给我们的媒体老师 禀个最后问一句 这份工作你喜欢吗